日前2024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正式公布 新规有五大重要变化 第一将此前火车票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 可以改签预售期内任意车次 开车前不足48小时以及开车后 仅可改签乘车日24时之前列车 改为旅客在开车前和开车后当日 均可改签预售期内车票 即开车前24小时以上不足48小时办理的 合收5%改签费 开车前不足24小时办理的 合收15%改签费 开车后办理的合收40%改签费 第二在购票退票报销凭证方面 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规范了 报销凭证定义统一了凭证饰样 增加了改签服务报销凭证相关内容 明确旅客在购票改签退票后 均可通过车站售票窗口 自动售票机获取报销凭证 报销凭证仅可开具一次 不能重复开具 第三增加实名制购票有效身份证件类型 将军事证和警示证 纳入实名制购票有效身份证件类型 适用于自动售票机购票的有效身份证件 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第四修订学生优惠票合验和购票条款 针对学生客流 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 在保留线下合验渠道的基础上 增加了学生优惠资质线上和验途径 并将学生优惠票发售区间规则 由近进路修订为 相对近进路或合理进路 学生旅客安排行程更加灵活方便 第五修订连程车票使用规则 进一步完善的连程车票概念 连程车票可在24小时内 完成接续换乘 将接续时间明确为 不超过24小时 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 还修订了越战乘车条款